這是RMK新推出的粉底系列 你看到為何設計那麼有趣呢 我現在會詳細和你們解釋 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有點複雜 但你知道之後就會覺得很方便 這個盒子是專門為這個系列而設計的 所以不能用到其他眼影 先說這個掃 你看到掃現在是大 例如上大的粉底時 大大大小的粉底時就這樣拿 但如果想半大小的小粒的 就把粉底的掃摺一半 這樣就融化了 平時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進入 例如這個是粉底 你可以進入小粒的兩個 再加一個大的 帶出去 又或者直接加兩個大的粉底 然後拿出去 先說這個 如何分別 好了 其實你看回資料 這個系列有分C F 和P 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這裡已經有整齊 控制色 即是調色的打底 然後有粉底 亦有光亮 只不過可以用了粉餅的形式 去和你表現 例如你塗完護膚膜之後 你要調色 你面盒偏紅的敏感那些位 你可以用綠色去調 那你就先調去 而黑眼圈 或者眼皮上面比較 乳乳黑黑的那些 你可以用這個橙色去調 好了 調完 然後你會用粉底 粉底有七種顏色 全部只有這個 平常的尺寸 你選擇適合你自己的顏色 上了你要的粉底 待會會和你試那個質地 之後這個是highlight 它有這個尺寸 又或者有小顆尺寸 它highlight只有兩隻 一隻就是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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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自己的膚色是哪一種 如果你偏白一點的就是紫色 但如果你是人的膚色 偏深一點的就是紫色 也是上完粉底的時候 用的 那就是 你可以 譬如有些想立體一點的地方 就加這個highlight 所以這樣清楚地用片去告訴你會好一點 總之呢 講一次 這個比較調色 之後這個是粉底 這個就是highlight 這個粉餅 其實它是creamy狀的質感 它也加了很多保濕的成分 在裡面 你用手上 用手上 用手上 用手上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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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質地 是薄身的感覺 然後 因為這個是102 所以跟我本身的膚色很接近 所以 你又看到可能 就未必真的這麼清水 因為它本身是很薄的 所以我拿多一點點給你看 你看到質感 比你拿的感覺 是會再薄一點的 然後 推開它 遮瑕度 我覺得是中度度 不會完全沒有 因為通常它的質感 會遮瑕度高一點 而且它這次主打 就是 可以修飾到毛孔 凹凸的位置 通常cream狀的都會 而且 塗完之後 你加一輪 它其實會用在皮膚上面 就會變成油膠的感覺 所以可以令到瑕疵 會沒有那麼明顯 那我感覺就是 塗完 上去皮膚之後 它就不用上水粉 除非你 油比較多 你就再加多水粉 要不然你就這樣也可以 所以它才會出這個餅 就是這個case給你 就是把所有底妝都放在裡面 你將來要補妝或其他 整個盒子拿走就可以了 好了 其實想試一試就是 它不是出了調色的 因為它也是說 你先調色之後 再加粉底 所以我們試試它的調色 那個是怎樣 原來比我想像中 是更薄一點的 它這個是幫你調黑眼圈 或者是暗的位置 你看它其實是帶粉的 但是很薄的 所以你不會擔心會覺得太誇張 因為其實 有時候有些女生 怕用調色 是因為你會覺得它太誇張 你又不會弄開它 你看到那個感覺 其實它調的感覺 真的不是特別強 好了 然後我們試這個綠色 因為其實綠色 真的可以幫我們把膚色 尤其是敏感的位置 可以調一調的 好了 你又可以看看 其實它的綠色出來 又不是真的很厲害 好了 我當這個是綠色 你調了色 調了一個白一點 沒有那麼紅的色 之後它建議你再加粉底 在上面 我們試一下再加粉底 在上面的感覺 是怎樣 記住你調了色之後 你加粉底 就不要太大力了 要不然你把兩樣東西 就是做一塊塊的 感覺 給我剛才再試一次 在這邊 這個是未加任何調色的時候 你會看到仍然是我的膚色質感 色素也是偏黃 因為我本身也是偏黃 而中間這個是調了 所以你會看到它粉嫩 然後你看到現在這個 是底部加了這個綠色 所以出來再加上粉 你會看到是白切一點 看到嗎 這個是白切一點 這個是原本膚色偏黃 暗 所以雖然它是粉餅 所有東西都感覺好像 樣樣都很薄 但都做到調色 和均勻膚色的效果 如果你本身是 喜歡很方便 很方便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系列 但是我試完質地之後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的膚色 不是你的膚質不是極油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混合性 中性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是太油的話 它的控油度 你之前就要再加多一個控油 去令它的控油度再強一點